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 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当人和人的交往 不再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 而更多的是摆放在网络上 怎么样去展示自己的时候 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我们应该怎么样展示自己 才能对于别人来说 留下更好的印象 首先要避开的就是 避免碎碎念 其实这样子的讯息 我们不法在朋友圈里面会看到 比如说他这一餐吃了哪些东西 然后今天跟同事相处 同事跟他说了哪些话 这样子细碎的资讯 其实会招来的是 别人一种比较反感的感觉 因为呢 花同样的时间 人如果看到的讯息是比较碎片的 零碎的 而对他来讲 这个价值不是那么高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的时间被浪费了 而这个时间代价的成本 他会觉得远远低于 他所看到东西的价值的时候 自然而然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比较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相对的 对这个提出这个资讯的人 或者是产品 留下的印象就不会那么好 第二点呢 要避免的就是负面的信息 有时候呢 我们会把朋友圈上面的这一些自己写的东西 当成像是日记一样 但是呢 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要 能够让你的朋友对你的印象更好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尽量少在朋友圈里面去散发一些 你自己感觉到负面的讯息 因为人都不喜欢被这个负能量给影响 所以这是第二点 要避免的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去散发这种负面的信息 因为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他人来说 都会造成一个不舒服的状况 接下来呢 要避免的第三点 这一点呢 也常常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或微信的讯息里面看到 就是寻求对方的关怀 关注还有支持 我常常会收到一些 请为我点赞的这一种讯息 或者是收到一些 请投我一票 帮我拉票等等的这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呢 可能第一次第二次还好 但是太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的确在心理学的调查里面也发现 如果一直在朋友圈里面 或者是在这种社交媒体上面去寻求别人的关注支持的时候 慢慢的大家会形成一种 对你的这个印象 那就是你是一个过于自我中心的人 那对于这种过于自我中心的人 其实大家的这个观感就不会那么舒服 因此呢 很多人透过社交媒体求关注求支持 这点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社交媒体上经营你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拥有更好的人员的话 这一点还是要适可而止 这一点还是要适可而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